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他們有秀 東京 反正這都是移歪的 哈囉,聽得到嗎? 沒關係,他沒有聽 好像嗎? 你一定好呢 對 有有效嗎? 沒有,我已經90塊好了 所以你們有去訪國發會嗎? 有,我們預計會下禮拜三會會資訊會國發會 然後這禮拜的話其實公演院 對,也有像資訊會像周知經長 有機會可以訪問到他 國發會是公主委高夫還是協助長? 可能是我們是那個資訊管理協助長 是是是是 那像Private sector其實我們有訪問了 像是那個 那個 物流共和國 對 然後還有像農林他在茶葉這方面 對,也有一些IoT的一些營養 對阿 還有另外兩家是 是叫做那個 玉性 玉性營養 然後還有一個Bitmark 就這樣就用去快點 對 是是是 然後之後還會有北衣 因為他們在北塊的 對 對 對 花很多時間 尤其現在肩膀開始給付元君醫療 是是是 對 那這次那個金材城最主要是四個領域 物流 金融 還有這個 那個 那個 農業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還有一個就是 金融 金融、農業、物流跟醫療 對對對 這四大領域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訪問 希望就是這一次 我們大概 配合他們 就是選了大概十個單位 對 那當然您這邊肯定是第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政府方數位轉型的推手 沒有 就 減低大家的溝通成本而已 主要推的還是各部會 是 但是因為每個部會都有不同的價值 所以我想金產省也很了解 所以 所以 各個價值之間怎麼調和 所以我的工作是這個 是 那 這個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之後我們在survey 結束之後 可能在兩到三個月之後 他會把這份survey 放在他們金產省的一個網站上 對 所以他們的公部門司部門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訪問 那其實這只是一個起源 我們希望可以在 往後的 可能 六個月之內 讓他們看到之後 他們願意 就是過來 不管是互相交流 跟著來取經 對 這是其實我們更想 兩方面的希望看到的 當然 對對對 所以這個調查 成功的話 我們還是要 找個 新的領域 來做一個合作 是 真的希望這個領域 要推動 是 是 是的 那這四個年齡都非常適合合作 嗯 那在之前的訪問之中 也跟您分享一下 其實 我們日本團隊其實提到了很多 就是台灣跟日本之間的想事之處 對啊 就是包含了人口的老年化 小子化 沒錯 然後加上最近的COVID 很多東西需要遠距 所以加快了這些數位轉型的這個需求 對啊 所以他其實看到台灣一些成功的案例 所以看一下如果有機會也也 好 嗨 妹也聽得到嗎 嗨 你好 能聽得到 你好 這是我們唐正偉 看得到嗎 唐正偉 看得到嗎 很幸運 很幸運 幸運 對 其他partner還沒到 你可能聯繫一下好嗎 沒關係啊 我們這個 還有七分鐘 哈哈 在閒聊 哈哈 其實我也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在管固這邊 在安詠 我們也是在做很多 Private Sector的數位轉型 那其實我最近 安詠自己本身也投資很多 區塊鏈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Global的partner 是有聽到你的podcast 在個government的transparency 是的 所以他們就很感興趣 那他也 就請我也來tack along 可以看是不是 事後再另外跟你約個會 去跟你分享這一段 因為像我們就是幫IMF 也有幫日本的 CAMACULA的city 還有Toronto 有用區塊鏈去管 這個public finance 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想說 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你 一起bramesworn一下 看是不是有機會 來合作 好啊 我們協康的 我一方面在這邊 當政委 另外一方面在紐約 跟那個Vital 有一起創業 喔 OK 很多以太方的 治理架構 在那邊是 沒問題 我們這邊就才用 我們也是用以太方的 建設 我們在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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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 但是在公立 其實這幾個例子 其實都是用撕裂去實現 那我覺得就是說 在公立 公立 預測 預測 這段其實 我覺得 可能是 也是一個 topic 給台灣去實施 尤其 政府的 透明性 的部分 對那 我有帶 這個 那我不go through 我就留 給你 沒關係 我可以go through 我們還有五分鐘 就稍微看一下 我先稍微跟您講一下 我們這邊在座這邊 其實意外台灣這邊也都到齊了 然後最用心的話 這邊也有交流協會的這個副代表 這個金野先生 然後還有那個後主任也都在場 這樣有聽到嗎 Hello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有聽到 不好意思 麻煩再稍微等 等一下 我們還有兩位 有進來 一個只是中文 對 我知道我在看你們的 偏好的翻譯 很多題目翻譯是最困難的 上次Gardner來 我問他Data Fabric怎麼翻 他們一下打不出來 就想說就不翻 台灣傾向都不翻 中國那邊比較會翻 會硬翻 會硬翻 日本方面有方便的話 用偏價名來 用偏價名來 就直接不翻 沒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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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色吧 就是 本來大家覺得這些題目 不是很酷 因為以前都是backoffice的 這些東西 而且都是一堆silo 他是SI決定一切 但是有了思戀之後 好像談這個突然變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覺得至少 marketing上 有一點幫助 嗯 不過我覺得就 我覺得這depending on government 怎麼去決定adoption這件事情 因為在終端的執行還是 公鏈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當然了 當然 嗯 所以 嗯 我看我們事後 在跟你的office 在contact 然後讓那個 因為最主要是在 加拿大 我們這public finance 這個team 其實在加拿大 不過在日本 也有一個team 在做這件事情 嗯 嗯 那 也很lucky 他們 所以 您的podcast 是有人在 沒有白骨 對對對 然後馬上第一時間 就找到我 說 那 勢必也要有個機會 那我覺得也把台灣 放在 放在一個 global visibility 其實蠻好的 嗯 好 老師我也是這樣 今天我們 我們日本這邊的會議人員 已經到齊了 隨時都可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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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那麼準時 提早兩分鐘很好的 哈哈哈哈 那你就等了 好 好 沙波美さん 今 今 沙波美でございます 沙波美でございます 相当今 そうですね pdsiの オードリー幹事が もう既然入られましたので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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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様と対談をさせていただく機会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私たちもますます台湾のことが大好き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さて私たちはアジアのDX推進に向けて 日本と台湾企業とによるそれぞれの強みを生かした 協力可能性について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本日はDX分野における推進政策や取り組み企業の実態 関係者の意欲などについてお話を聞かせ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短い時間ではございますが何時と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以上になります 唐政委 現在我們就是剛剛发言的是我們意外日本的 然後負責我們整個public sector的这样的一個leader 他叫Salani Genji 然後他首先非常感謝您今天給我們這樣寶貴的時間 然後呢我們就是日本和台湾一直都有非常良好的關係 然後呢特別是因為去年夏天的時候您和我們意外日本的COO KIDA Moriyaki有進行過一個會談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越來越喜歡就是和台湾的同事們一起去合作 然後呢我們這一次呢是經過我們日本的經濟產業省的委託來進行一個關於數位轉型方面這樣一個調查 我們是希望日本的企業和台湾的數位轉型的一些企業能夠進行合作 然後推動整個亞洲的這樣數位轉型的一個就是戰略方案 所以希望就是說通過這次訪談能夠了解到一些和台湾合作的一些機會 所以這次非常非常非常感謝您能夠接受我們這次訪談 謝謝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就直接開始吧 好那我們剛把原油稍微有跟政委報告過了 那我們這邊其實因為短短的30分鐘之內 當然從政委從2016年擔任數位政委之後 代表台灣作為這個數位轉型的推手 那應該30分鐘之內要講所有的東西講不完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可以把它focus在所謂的這個PBIS這個平台上 那PBIS從我的理解 初步的理解 我知道從以前來講 政府它是從設定一個遊戲規則 然後民間follow 然後政府擔任監督的角色 然後民間擔任遵循的角色 但是藉由這個平台我慢慢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現在是民間他提出一些東西 甚至主導一些東西 然後政府在旁邊做協作 那我有看到一個logo就是講說 眾人知識眾人主持 那從這樣的一個轉換 第一個緣起 為什麼會想出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中間的時機 然後您這邊在過程中遇到一些挑戰 好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公共數位 創新空間的設立 最一開始是因為在蔡玉林政務委員 也在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她也是從各個部會 借掉人手 那也是透過跟G0V的社群合作的方式 來讓民間決定他們想要討論的 當時叫做虛擬世界法規調式的這些題目 所以我們自己在那邊討論 辦黑客送 決定也投票啊 決定說我們就是要先討論UberX 然後要討論Airbnb 當時討論UberX的時候 可能交通部都還沒有準備好要討論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您剛剛講的情況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而且我們不管把它叫做零工經濟也好 它叫做共享經濟也好 其實有第一手經驗的人 他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 還沒有傳統上所謂的工會律師 或者是工會的主席 這樣子的角度的人 來擔任所謂的諮詢的代表者 那所以傳統的這種代議的 或者代表的這個制度 當他面對這些新興的議題 比較失靈的情況下 我們就試試看 我們從廣際網路的治理 學到的這種開放式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方法 來讓民間設定 那大家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 納衰納寶納寬等等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可以說是我在2015年的時候 比較是以專案顧問的身份 也是在這個辦公室 跟在任務員合作 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PITIS可以說是把這個工作 不要全面的普及 因為當時在討論的仍然只有虛擬世界 或數位相關的法規的調適 那也是因為蔡政委 當時他的工作的性質 他是法治政委 但是到現在的話 我們就因為每一個部會 他願意的話 都可以派人來我辦公室 所以任何部會 只要有人在我們辦公室 我們就開始處理那個部會相關的議題 好比想說目前衛福部 外交部的同仁都在這邊 大概是這個緣故 是理解理解 那我現在聽起來其實在英國早期有這種所謂的金融沙盒 對啊 那其實我現在聽起來 其實我們現在創造一個除了金融以外 希望各個 一般性的沙盒 對對對 可以先從這個space開始做一些測試 對 那我這邊其實有看一下 就是說當然從最近最著名的所謂的口罩地圖 對 對 那是全民都有改 是啊 那包含了這個登山儀戰式的這個這個申請 像山之鏡 像海之鏡 是是是 那對我這種一開始爬山的人 會比較有感覺 我不需要去Go through 不同的網站 不同的那個 不用用傳真的 是是是是 對 那在2015年當然就像您講的 是一個比較外部的一個project的一個 一個leader 但是這個時候應該會湧進來大量的一些ideas 對啊 那怎麼樣能夠去就是排序 或者去allocate您這邊 雖然是很多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限的資源 對這方面的話 您是怎麼樣處理這樣的事情 不過民間如果他提得出解決方案的話 其實工部門這邊並不需要投入什麼資源 相反的 這是降低所有人的風險 如果健保署自己要去做 剛剛講到的口罩地圖 那他被打掛了 那所有人都怪健保署 但是呢 因為民間有100多個口罩地圖 就在裡面的20個掛了好了 也沒有健保署的事情 對吧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這叫mutual accountability 就是民間跟政府都向對方給出交代 那這樣就不會變成傳統的那種模式上 好像政府因為制定規則 所以當規則被破壞好像也都是政府的問題 現在是民間覺得說 視覺化方面 民間做得特別好 那我們健保署就乾脆不做視覺化了 那他就直接連到那100多個 那這個時候當然不會說排序的問題 因為有人覺得 為什麼口罩地圖只有中文沒有美語 那他就趕快做個美語的 為什麼只有美語沒有阿美語 那他做個阿美語的 這就不是傳統上面的那種 有限資源的分配的態度 是是是理解了 OK 所以在分配上 因為我了解像您在禮拜三的時候 有時候會開放給所有的這些 社創的 對 那在他們進來之後 那您這邊的下一步是 就是把他們connect在 convelof的資源 對 因為其實我們說開門造局 那一行逆來 這個就是開放政府社會創新嘛 那開放政府這一邊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確保說 我們看到的決策用的資料 跟民間看到的是相同的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做法 好比像說藥局它的配送 我們剛配送的時候 覺得藥局的地方 就是人口所在的地方 是很公平的 每一個人他的人口中心 旁邊的藥局的數量 差不多就這樣子 然後在地圖上一看分佈也很平均 兩個圖層疊在一起很漂亮 那但是呢 民間呢就有一個叫開放街圖的一個社群 他們就做了一個分析 你可以把它整個抽開來看 抽來看之後就發現 其實不平均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偏鄉的人 你距離同樣是5公里 但是那是開直升機 沒有人開直升機的 如果你到大眾運輸的話 他付出的時間成本 機會成本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當時我記得高宏安委員 就拿OpenStreetMap的這個 舊平安的這個MAP 去質詢陳時中部長 說你乍看之下很平均 但其實沒有照顧到需求 那當時陳部長就說 這個委員教教我們嘛 對不對 所以因為雙方的事實是一樣的 資料這一層是一樣的 所以民間有更好的做法說 他就可以證明 那證明的話 他一直用24小時不到 就採用了新的系統 包含預購 包含24小時的朝商等等 所以高院很高興說 昨天的持續明天就改善了 對那我想一般的民主政體裡面 一定不會是說立法院已經帶著寫好的城市來吧 這個只有在 真的是共享同一個數位的fabric 怎麼翻譯呢 數位的脈絡 數位的紋路 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做到 是是 理解 這樣聽起來其實就是 我們其實是把很多個 其實這就是一個knowledge的gap 那怎麼樣把這些點 聚合起來 那還有沒有什麼幾個例子 像這樣的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蠻多的 像我們去年一整年下來 好像1922就接了大概200萬通以上的電話 那這個其實是很紮實的一個工作 就是任何人他對 2點中下午的記者會有任何沒有聽清楚的部分 他只要打1922 就會有人在很耐心的 特別的跟他講清楚一次 那這個也是把所有人的概念 拉起的一個方法 所以 為什麼指揮官並不是很擔心 有人會假冒他的名義啊 什麼深度合成偽造什麼東西啊 原因就是說 因為他下個 就是記者會就會講清楚 而且中間沒聽清楚的人 隨時打電話就會更問清楚 而且有時候他打電話的人 也可以提出很好的主意嘛 像日本人可能到現在都有聽過的 那個小男生打電話說 你給我粉紅色的口罩 我不想帶去學校 結果隔天 指揮官就全部都戴粉紅色的口罩 對那個例子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 一開始是數據的透明性 但是這邊在講的是 他參與幾乎完全沒有門檻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理解 我覺得這次金城審對於這四個領域 其實也是有實際上講過的 因為他是真正可以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的 包含物流啊這些這些部分 對 那在我們之前就是訪問的這些單位裡面 我不知道 認為您這邊有沒有也 跟他們有一些合作 或者是說這樣 因為各部會的合作肯定是 從工部門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更重要 當然 我想像我們總統北黑客松 最一開始的那一屆其實 資策會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現在當然 今年的這一屆是由國發會的資管處 來主責了 那所以裡面資料治理的部分想必就會更重 但是我想在這一方面 我們都有一個同樣的想法 就是不是說資策會自己來 得第一名到第五名 是說資策會的專家們 特別是他們負責數位轉型的那一部分 用他們的能力 跟他們之前解決過類似問題的這種經驗 去協助尤其是工部門裡面 想要改造工部門的所有轉型環境的常任文官 去吸收掉他們的風險 尤其讓他們在試一些新系統 說可以沒有後顧之憂 因為資策會這邊可以幫忙 他連結到能夠一下子就建立出雛形的來 但是我們一年能夠輔導的量能是有限的 所以總統北黑客松一年大概就20到24個案子 那這個怎麼做呢?就是以太方那邊來的平方投票法 大家投票來決定 理解理解了 好的 那我先稍微轉到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剛剛講到說 我問一下我的同事完之後 大家第一個對你們的這個共同的想法是 那個鄭偉很愛貓 然後我就上網看到了那個就是T大使 對未來製造者 對啊 那我覺得真的做得非常creative 那我覺得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message 我不知道有沒有catch到 就是在整個數位轉型 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人才的培育是不可或缺的 那我們在當然不斷地去培育這樣的這個人才 才有辦法達到長期的數位轉型的這個目標 那從這個方面您可不可以稍微琢磨一點 就是不管讓我們還是外國人可以這樣學習這方面 T大使我們有兩個最重要的目標 一個如您所說的 就是要讓年輕人了解到 他們作為數位員商代進入一個職場的時候 並不是尋規道具的 去用既有的我們叫BAU 就是習以為常的方式來做他的工作 相反的他不習慣的那些地方 說不定剛好就是他能夠有所突破 有所貢獻的 所以他就好像是數位世界來到這個既有的 BAU世界的大使 所以年輕人能夠指引新的方向 那在夜市的輔導之下 長輩可以給予他他所需要的那個能量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叫輕盈共創 或跨世代的共創 由青年人指引方向 那長輩給予力量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是不是你要在大學是學IT相關的這些 或ICT相關的一些科系 才能夠來這樣子的活動裡面 但是這一次T大使特別是說並沒有任何限制 只要你對數位轉型有興趣 你如果本來就是處理跟人相關的題目的 那說不定你在數位行銷上面可以有自己的洞察 有它的凍結 那你不一定要會寫程式 事實上大部分來的大概都不會寫程式 他學的是我們叫運算的思維 或者設計的思維 而不是程式碼本身 因為數位轉型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是建立在本來就有的機器對機器連結的 或者是這種數位化之後 還有數位的優化的這些系統上 但是最後要做創新的時候 是要離人特別近 而並沒有離機器那麼近的 那這一點也是會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在農業啊 或者是說在運輸業啊 在其他地方 每個地方都有創新的空間 所以並不是只有關在電腦前面一些組織 才叫做數位創新 理解理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認同 因為其實我雖然現在是學財物 但我本科其實是學機械的 那從機械化 自動化 到數位化 到智慧化 其實到最後一塊才是最靠近人們的 幫人們實際解決問題這樣子 那我問一個可能會有點稍微尖銳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創造了這樣的一個數位的環境 但是最後使用的是人 對啊 那在政府部門方面 那怎麼樣去改變就是原有的 這些我們的這些同仁們 這個 mentality 因為他們要試著 adoption 的東西 他們也要有一些 learning 的 跟 program 那我們從政府方式 怎麼樣去整體觸發整個我們 就是台灣政府 再往數位的這方面進行 而不是只是民間的 對以我們 PDS 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協助公務同仁 我把自己叫做公僕的公僕 也就是我是服務所有的公務同仁 事實上並沒有分 他是中央還是地方 是行政院還是其他幾院 所有這些人都要來總統 那另外四院也都有 所以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出一些方法 能夠去幫助他們節省時間 好比像說我們透過數位的一些 倦政的交換 那我們的法務部跟司法院中間 就不用一直引一本跑來跑去 那這是可以省力氣 那或者是說可以降低風險 像剛剛提到的衛福部 如果他地圖不要自己做 而是讓公民來做的話 那他比較不會變成單點的 那個失敗的風險的集中地 所以可以降低風險 那第三個就是增加護信 不管是透過像線上即時的回應 這樣子的系統 剛剛講的1922其實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或者是民音化的這種溝通 可愛的總裁 大家看了就忘不掉了 這些東西都可以讓護信 就是變得更容易 那省力氣 降低風險 增加護信 這三個軸線裡面 我們在推出任何一個方案的時候 都不會新生另外兩個 所以它是叫做帕勒圖改善 就是一個滴水穿石了 每一步都是讓大家更能夠省力氣 更能夠降低風險 更能夠有護信 所以絕對不是說我強求工部門 來配合我的技術 而是我引進需要的技術 來配合工部門的需要 理解 這樣等於就像您剛剛講 達到那三個目標 就是Wing-Wing-Wing 這三個目標 理解 我剛剛稍微有提到一點 但可能沒有問得很仔細 就是說 這樣轉型過程一定會有很多挑戰 沒有都很深 那在長期來講 就是說有沒有一些願景 就是說我們現在當然是已經達到一些好多 milestone 對啊 那在未來的可能三年到五年 您是怎麼看這個 program 它會發展到一個什麼地方 或者甚至在某一點它可能會有一個 synergy 就不是已經是一個一個一個 project 可能會有一個 累積起來的一個能量爆發出來 是 我想我們在今年一月行政員剛剛合定了 我們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就是把之前本來比較單點單點的這些活動 變成一個核心的大概18項左右的承諾 那這裡面就蠻重要的一點就是 本來我們在可能2015年左右 主要的焦點是在 transparent accountability 透明的給出交代 用透明的方式給出交代 那這個當然有它的歷史脈絡 太陽花雪雲等等 那但是到最近幾年 我們越來越多的焦點 當然這個還是很重要 但越來越多的焦點 是在說inclusive participation 就是具有包容性的參與 也就是本來沒有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朋友 他可能因為太年輕 好比像說他才12歲或16歲 那他也沒有票 傳統上面沒有票就沒什麼參與權 但是現在經過像join平台 其實已經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聯署案 都是不到18歲的人提出的 那這個時候他就不是等到18歲才是公民 他雖然還是只是國民的身份 但是他其實已經是公民了 這就很重要 或者是說像新住民 新住民的參與是預算 同樣他也沒有票 但是其實關於他們的事情 應該要由他們一起來決定 這個也很重要 那或者像也還沒有公民權 但是拿了金卡 所以就會一直待在台灣的 一些這個外國朋友們 現在他們也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他也可以把台灣帶向更創新的這個腳步 所以就是說這些傳統上沒有參政權的朋友 我怎麼透過設計出inclusive participation的方式 透過數位的方法 因為這些朋友對他們來講 數位不是只是實體參與的另外一種方式 他本來就根本不能實體參與 那這個時候在序位貢獻裡面 怎麼樣讓他更能夠參與 這個就是我們在看過整個國家行動 這一次很重要的一個狀態 那我大概可以看到這是第三階段 因為第一階段我們要 make sure 這是有 transparency 第二階段他才有 trust 然後第三階段inclusion 結果這次問同事他最後一句話說 除了貓的那一段 他說我們都會喜歡他 我的日程只有幾歲而已 所以我覺得我慢慢在朝那個方向在進行 年輕人雖然他們可能從政治上的角度 或者甚至都沒有投票 那就像您講的 他是整個社會的stakeholder 沒錯 那我最後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最近有看到一個亞洲創新 就是說其實我們其實不是只有在台灣而已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亞洲APEC的這種 一個數位的一個論壇之類的東西 那您是怎麼看就是說把台灣的經驗帶出去 就是不是只打台灣杯 而是去到國際杯 世界杯 我想這一次疫情 確實是讓國際發現說 在其他國家都覺得他要在 就是維持經濟的發展 跟維護人權跟社會的互信 中間好像要做出取捨 的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台灣就是全都要害 而且事實上也一面達到了經濟的發展 但是一面民主也深化 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剛才提到的指揮官也好 或我們整個防疫的過程也好 都是採取一個比較humble 就是我們目前想到這裡 但是就指揮官常常說 那委員教教我們嘛 這個你怎麼不早點說呢 你講得非常好 對不對 就是他雖然說是指揮官 但是卻讓人覺得說 他只要想到任何比指揮官好的主義 指揮官絕對不會把它關起來 相反的會就是敬為上兵 而且還會邀來記者會 那有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整個社會的互信也好 民主也好 就可以在一面防疫的情況下 又不用封城嘛 然後一面就深化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 一個台灣的一個價值 那也讓我們特別是在印太區域吧 能夠去說 你看我們的公共衛生方法 可以避免掉歐美 可能因為他們比較沒有SARS的經驗 好像非得挑一端的那種感覺 其實在這個之前的一波 在就是Infodemic 就是假訊息我還有方式上 也有過一個非常類似的討論嘛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保護言論自由 但是假訊息就亂竄呢 還是說我們要做言論的管制跟查禁 可這樣新聞自由就被破壞了呢 對那好像是就是一定有一方書嘛 對那最後我們也是同樣的 採用社會創新的方法 像趨勢科技 像Husco 像G0V的真的假的 台灣市場合中心 Michael Penn 變成了一個我們叫社會部門的生態系 所以就不計不是政府來查禁言論 但是假訊息一下子就會被發現 而且會被狂政被澄清嘛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Infodemic 跟去年的題目就是Pandemic 我覺得都是讓台灣模式被世界更遲到的 兩個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知道2020年好像是亞洲創新的第一次 那跟那個方面我們有沒有已經看到一些跟國際上的一些合作啊 甚至有啊 我想當然我們跟日本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不過除了日本之外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Cofax 真的假的啊之類 我之前有去朱拉龍宮大學分享嘛 那Cofax也有泰語的這個版本 那我們跟泰國那邊也一直都有接觸 那又或者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口罩地圖 其實我們2月初上線之後 韓國那邊就有公民的工作者說 欸為什麼就是台灣有韓國可以沒有 所以他們就去施壓那首爾那邊 後來他們3月初他們的口罩地圖就上線了 所以其實這種事一直都非常多的 是是是理解而已 其實我剛剛聽完之後 其實如果把您現在做的事情只是沒有數位轉秀 我覺得有點太小看了 但是他其實就像您剛剛講 其實社會創新的有點點理解 好啊 我不曉得像這邊有什麼 咦妹您這邊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或者是想要follow up的 對 喂?妹聽得到嗎? 你有mute了 你有mute嗎?聽得到嗎? 不好意思 對 看看您這邊有沒有什麼 對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好的 剛才我要進入唐政偉的介紹 我覺得就是台灣在民間和政府的這個工作 其實非常非常崇尊 然後我就是個人也非常喜歡您在推特上 對自己這個職業的對面描述 一段英文的描述 然後我也非常同意就是無論是AI 一些前端的一些最先進的技術 其實都是需要和人一起如何 然後去創造一些新的價值的 那我今天很難得有這個機會想問一下您 就是唐政偉對於未來這些新技術的一些展放 就比如說為了實現可持續性的發展 未來其實我們在數位這個領域 其實需要加速哪些技術呢? 嗯對 其實您剛剛提到的就是讓AI 它可以是輔助我們的assistive 而不是好像威權式的控制我們的authoritarian 那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題目 而且這個不是只是發展怎樣的技術 但是我想當然大家都會提到說 我們要做價值的對齊 我們要做道德的這個探索 我們要確保它可以解釋 或者是要有一些supervisory and regulatory 就是監理跟治理相關的一些科技等等 這些當然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仍然是 我們在一開始看AI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有一個堅持 就是如果它會讓這個技術更加的民主化 那麼我們就用政府的資源 或民間的資源去投資它 它如果事實上不是讓它更民主化 而是更威權化 那我們就抵制它 我們就不用國家的錢來獎勵它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社會 它的性質本身 它是把民主這件事情當作一個工具性的價值 就是我可以換的 還是它是核心價值 就是它不換的 那這個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那在台灣因為大家都記得戒嚴了 所以其實要我們回到戒嚴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至少就是在主要的這些決策者 都還記得戒嚴的情況下 民主化一定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那我們也很高興看到 還有國際上向GPAI OECD的那樣子的組織 也是在全世界的範圍裡面做這樣的倡議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然後剛才您也提到 其實我們在東京 在疫情期間去年 有建一個東京新冠疫情的防疫對策 然後當時也是您幫助了就是我們東京都 然後做了很多相應的翻譯 然後做了很多相應的翻譯 其他都是G01的朋友 對,非常感謝 然後我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將來就是台灣 像您所講的就是台灣和日本將來有更大的 這樣一些合作的機會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因為台灣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希望今後日本和台灣有更多的合作的機會 非常感謝 所以一定的 謝謝 謝謝 好 我剛剛 我其實看過 我最後稍微整理 因為我看過那個 之前的一個報導 就說番茄式的一個 所以我是想說到了25分鐘 休息5分鐘 所以說剛好符合您的schedule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部分應該有catch到您這邊 就是整體在PTIS的精髓 然後還有未來學長 所以也很謝謝您今天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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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之前 从台湾去旅游的人 也是占比是最多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 在台湾我们想到地震 或者是想到一些天然灾害 我们都有第一手经验 所以人跟人之间是特别温暖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